剛送完信件就回到郵局總部 忙著處理後續工作 不少郵務室都是滿頭大汗 身上衣服也全是汗字 政府的限定措施 讓他們熱到快瘋掉 沒有冷氣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去完成工作 太瞎了 那太瞎了 應該要因地制宜 原郵務室都是一早八點半 就開始騎車到處送信 很多人都是送到下午一點 才回到郵局 本來想吹個冷氣吃飯休息 沒想到政府8月起規定公務機關 下午1點到3點 冷氣調整為送風模式 室內溫度也要設定28度 讓郵務室痛批 這樣的政策真的太扯了 當了30年的郵務室 夢獻中頭一回遇到這種限電措施 也忍不住氣得大罵政府 中華郵政工會接獲多位 有無視反應 下午更召開記者會高喊抗議口號 他們說在中南部那麼熱 那那時候回來剛好身體最起碼都40度以上 那你又進到一個密閉室裡面 好你開窗戶好了都是熱風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會變成會中暑 各個地方地方單位他在執行的時候 他的認定比較去嚴格啦 其實我們的本來的用意不是這樣 我們只是針對行政部門跟那些內部的 內部的單位 中華郵政強調原本實施捷電措施的部門 就只有行政及內部單位 部分營業單位可能有所誤解 目前已經做適度調整 絕對不會熱到辛苦的游武士 借文凱成文 月方SNG小組 台北報導